請妳幫我切斷酷 最有效的方法就是 那手雞蛋它有 最有效的 對 為什麼 因為熟雞蛋在本草綱目裡面 也有一定的療效 它可以 然後剝殼的時候 那個白色那個膜不能夠破 然後整個壓縮之後 就是那個外面有一個白膜 對 雞蛋白衣 它還是真正有效的成分在那邊 是喔 對… 做雷射美膚 臉皮越磨越薄 我那時候是 算是雷射第一批剛進來 弄完我到現在 我是大家一堆人聚會 如果我喜歡的男生走進來 會整個臉紅 可以說雷射它屬於是 磨皮的一種 那如果你沒有做好修護的話 可能你 面色紅潤就容易得中風 他六十幾歲的男生 他那陣子就覺得很困擾 因為他常常突然間 臉會非常非常的紅 如果人家正常人血紅素 比如說是十二到十四對不對 他是二十三 太多了 就那個血球爆多 你知道 他就是血紅卷裡面多 所以叫他去捐血囉 可以想像他的血管裡面 有多擁擠 所以如果你沒有好好處理 他可能他中風的風險 會比人家大 是喔 經濟梗塞的風險會比人家高 對 面子總是掛不住 怎麼做才能有好氣色 臉部保養觀念有一套 精采內容 千萬別錯過 所以你們也都有 有黑眼圈的困擾嗎 有 有時候有 有時候沒有 真的會 有時候 你是看狀況的是不是 當然啊 黑眼圈有多變況 什麼情況會有黑眼圈 當然是 妳熬夜還會有 對啊 任何人應該熬夜都會有了吧 沒有 有的人是隨時都有 對啊 不是 你感冒鼻塞的時候 鼻塞 然後就很嚴重 我是熬夜或是很累的時候 會這邊凹進去 會有一點小紋 但是我有 還會凹喔 凹下去很嚴重 好慘喔 就是你真的那邊凹 然後這邊就會有點凹 就有點像那個 吸毒 骷髏頭之類 妳熬夜就會這樣嗎 就是如果熬夜好多天 因為拍戲日夜顛倒 睡眠不足 但是我有好姐妹 她們很慘 她是永遠就是 每天看到她 就是有煙燻妝的感覺 可是好像大家都會有 黑眼圈的困擾 但剛剛說什麼有青青的啊 對 或是像有的是黑色的啊 對 鼻子過敏的人 那是不是可以從顏色來判斷 是什麼樣的問題呢 來 蕭醫師 其實剛才大家說 過敏會引起黑眼圈的部分嘛 那其實過敏為什麼會引起黑眼圈呢 就是你當你鼻塞的時候 你的鼻黏膜沖血 那我們眼睛周圍的血管是 它的血呢 是經由我們鼻子 回到我們體循環裡面 所以當你過敏沖血的時候 那些體循環就回不來 而且你血液循環不好 你知道沒有沖氧的血是藍色的 那在你的眼睛周圍累積的時候 它就變成所謂清清藍藍的 那個顏色就是黑眼圈 就是過敏性所引起的 一個黑眼圈的部分 偏清 對 我們其實可以看到 今天有帶一個圖 它就是有關過敏的部分 這也是凹下去那個嗎 太慘了吧 它這個是 這是被打倒吧 沒有 它這個是一個外國人 它就是血液循環不好 那個血都浴跡在那邊 那這個過敏性的 它就是除了你的眼睛周圍之外 眼睛下面那個眼窩 因為血管特別多 如果是血回不去的話 在那邊就會變成 就是血管的藍色血管 顏色就會看得到 可是它這個在靠近眼頭的部分 有一半幾乎都偏紅掉了 紫紅那一種 紫紅色 因為它的那個血回不來 那裡面就沒有 氧氣就不足 就會變成藍色的部分 那藍色跟紅色混在一起 就會變成所謂的紫色 那是不是像我們玉清 就是紫紫藍藍的 是不是要去推 要去冰敷還是熱敷 如果眼睛可以嗎 去按摩 對 如果黑眼圈的部分的話 可能用一些熱敷 那促進血液循環 但是還是最重要的還是 你要解決過敏的問題 對 這種狀況它大概就是天生的 沒有 它就是這個就是過敏所引起的 過敏 那如果是天生的話 比如說像我們有一些 原住民的同胞 他們天生膚色就比較深 或者是一些特殊的人種 或者是一些特殊的人種 比如說像我們常常看那種 電影裡面那種印度人 他們幾乎都天生不用畫眼線 像你看他們 這位 對 你看他們 你看電影裡面 印度人就很多都是這樣子 這不是眼線 這是眼影 這是煙燻裝嗎 煙燻裝嗎 這個煙燻燻的好美喔 它跟 你看它跟我們剛才提到過敏性 它就不一樣 它就只有存在眼睛周圍 那個臥蠶的地方 比較咖啡色 對 它比較跟咖啡色的 對 像其實除了這個部分的話 有一種的黑眼圈也是會這樣子 比如說你肝臟有問題 腎臟有洗腎的病人 這是不好的耶 對 所以說 如果除非你把這些原因排除掉的話 才可以說不要去理它 如果說有這個情況 這個黑眼圈很嚴重 你就要擔心你的肝 腎是不是有 小師應該還有一個狀況吧 就是遇到髒東西 遇到髒東西 遇到你的黑眼圈其實 不是 遇到髒東西 我都睡不著 你的硬糖也會黑 對 好 你的印象來說那是非常不好的 不一樣 但是肝什麼腎這方面的黑眼圈 是跟一般的黑眼圈 顏色看起來差不多嗎 跟一般的黑眼圈是看起來差不多 所以你可能要先從 就是身體的舒適度 對 那還有另外一種 也是現在很多女孩子流行 就是所謂的 它就是比如說 你的生活作息比較不正常 或者是你的 補充膠原蛋白不夠的話 你看它這個部分的話 眼睛下面就有一個凹下去的地方 當你化妝的時候 很會卡住 你想去遮 但是那個粉就會掉到那個 它有凹 對 就掉到那個縫裡面去 這個部分的話 你可能就要補充一些 口服的膠原蛋白 或者是說用一些注射 把那個淚溝填起來 我們看它如果把淚溝填起來 對 你看它這一張的話 它已經把淚溝填起來的部分 它就看起來會很 少十歲 這是同一個人嗎 這是同一個人 而且是打完兩天之後拍的 所以填起來也不會像這樣 有陰影的顏色也改變 它本身其他的色素 它膚色也是白的 它也沒有色素沉澱 它也沒有過敏 它就是一些膠原蛋白流失 造成淚溝 好險 也看起來會有黑 它是有一定的年紀才會這樣嗎 還是不一定 不一定 現在很多 你 我很累的時候 就是會凹這一句 就淚溝了 對 就會自己有 好 如果從綜藝的角度 彭醫師 你怎麼看黑眼圈 其實就是跟蕭醫師看法是一樣 可是還有像 月筋不調 也是會引起黑眼圈的原因 月筋不調 跟黑眼圈有什麼關係 月筋不調 比方說你會痛筋 痛筋就是氣質血淤 或是寒凝血淤 所以你有淤血的時候 你氣血循環不好 你表現在臉上 就是眼周的這個循環不好 它就會出現黑眼圈 就是之後講什麼淤血 或是過敏引起的 這些青 黑的 這個黑眼圈的相貌 其實就是跟月筋會相關的 而且這個地方還跟我們的腎有關 所以腎虛的人 因為腎是主黑色 所以腎虛導致的黑眼圈 它會特別黑 因為你的腎筋不足以支撐這個氣 在我們的臉上 充盈 所以腎本來的黑色 就會浮月在臉上 你就會看起來整個臉 臉是黑的 然後黑眼圈會特別的深 特別明顯 而且如果說你剛好在拉肚子 這麻辣鍋腸胃不好的時候 因為我們的上眼包跟下眼包 就是我們的黑眼圈這個位置 所以我們皮筋所經過 這個時候它就會特別的沒力 沒有氣 所以你拉肚子的時候 它也會呈現黑色脫皮的狀況 那我們如果有黑眼圈之後 大家有想過應該怎麼改善嗎 有試過什麼方法嗎 這試很多種 我跟你講我們都是實驗的 對啊 常常在想 試過什麼方法 來 田怡先來 像我是有試過像很多人說什麼 雞蛋 煮雞蛋 然後按摩你的眼部 煮熱的雞蛋 溫熱 溫熱不能太好 溫清的時候要用雞蛋 對 傷口有瘀青什麼 就是用雞蛋嗎 瘀青不是要揉嗎 沒有 你不能用手揉 也容易受傷嘛 這樣子喔 所以用雞蛋去揉嗎 溫溫的去滾 去滾它 溫熱 然後剛剛好它那個力度 也不會太用力 所以用雞蛋那個力度剛好 還滿舒服的 有一點熱膚的感覺 還滿舒服的 只是覺得太麻煩了 那為什麼用雞蛋呢 其實大家知道 在這個明朝的時候 有一本醫書叫太平盛惠方 它專門教各個妃子 美容的方式 裡面最有效的方法就是 熟雞蛋 最有效的啊 最有效的 對 為什麼 因為熟雞蛋在本草膏目裡面 也有一定的療效 它可以清熱 散瘀 行氣 活血 通弱 增加皮膚的代謝 讓它有毒的物質散出 可是它有一定的做法 你一定要取大概 手掌一半大的雞蛋 不可以太大 太小有沒有用 然後蒸熟到八分就好了 裡面蛋黃不能黏 然後剝殼的時候 那個白色的膜不能夠破 然後整個壓碎之後 就是外面有一個白膜 對 雞蛋白衣 它還是真正有效的成分在那邊 是喔 對 所以如果說 你把整個殼剝得光溜溜 像那個就是白色的蛋白 這樣效果會有差 然後整個揉碎 用紗布在眼周輕輕的按摩 我親自有 揉碎啊 揉碎殼要拿掉嗎 其實你就是放在碗裡面 稍微把它搗碎 然後再用紗布裝起來 就揉一揉 然後趁溫熱的時候 整個臉這樣滾 在預先的地方停留 三到五分鐘 它去癒的效果真的非常好 其實像 其實我們的說法也跟中醫 有一樣的原理 就是其實 青澀的話大部分都因為過敏 所以你第一個所要治療的就是 你的過敏的部分 你可能就是要吃一些抗煮滋胺 減少你的過敏的情況 否則你就是在用一些什麼 外敷的方式 或者是用一些熱敷 即使你那個血回到之後 你鼻子之後你還是過敏的狀態 它還是又會再長回來 運動有幫助吧 運動可以幫助促進你的血液循環 那你的血就比較不會預激在那邊 那其實我們剛才 彭醫師有說到 就是雞蛋熱敷的部分 其實現代的 如果不要這麼麻煩的話 你可以用 熱敷跟冷敷交替敷 對 我就是這樣 你就是用那種 像磁的 磁的湯型 一個是放在冰箱 然後一個是放在溫水裡面 當然不要說熱到說你燙傷這樣子 你可以先用溫的 然後輕輕的按摩一下 然後按摩大概五分鐘 那之後再用冷的 就是像我們心臟這樣子 先熱再暖 對 收縮 然後幫助你那些血液循環 但是首要的就是你的過敏的部分 一定要先改善 是喔 好 那黑色的黑眼圈呢 黑色的黑眼圈 當然你必須先 檢查看你肝 腎這些有沒有什麼其他的問題 那如果沒有什麼其他的問題 你可以用一些眼睛周圍 專用的一些美白產品 或者是用一些 像賣充光 那它就可以淡化這個黑色素的部分 那紅色的黑眼圈呢 紅色的黑眼圈 其實它就是針對有一些眼睛周圍的皮膚特別薄 所以你的血管 它即使你沒有鼻子過敏 它血管也看得很清楚 那會有一種雷射叫做染料雷射 它針對於比如說一些 有一些人有一些血管流 然後或者一些血管擴張 它就破壞那個血管 那破壞之後 眼睛就不會看到那些紅色的血管 就像那個圖片是不是 對 就是像 我們看左邊那個圖 它眼睛下面似乎有一條血管 很大一條 然後它用那個雷射之後 把那個血管破壞之後 你那個紅色的黑眼圈就改善很多 對 那黑眼圈真的滿困擾 是不是有的人用什麼方法 錯誤就反而更嚴重 對 因為當然夏宇士有特別提到 就是如果針對眼部美白 其實應該是用更不刺激的對不對 可是你也想到 有些人他那個已經被黑眼圈搞瘋了 你知道嗎 之前有一個人他就是 對 第一個 他就先想一個妙招是什麼 他就網路上Google就發現說 據說用那種 塗痴瘡用的是有用的 我們之前 對 因為他想說 名模都用嘛 他就塗 除了這個 除了柔柔柔柔柔開始的嘛 對 然後就塗 它是緊實吧 對 他塗後來發現 嗯 沒什麼效果 沒什麼效果 他想說 那再換一種 後來想說 那應該美白的東西可以用啊 就開始買那個美白 他就覺得美白的 好像效果也不明顯 後來又改 改那種中醫的什麼白極 什麼磁吸太厚什麼美白什麼 又給它厚厚塗一層在上面 每天給它敷風 想說這樣總會擺了 結果沒想到 他這三四種東西 輪流用的結果是啊 他就開始覺得這邊很癢 然後很癢之後 就開始覺得不對 就是癢會去摳它 然後開始脫皮 後來發現這邊整個啊 它本來其實沒有那麼黑 可是因為它可能太刺激了 你知道嗎 就照成這邊反而發炎 所以它後來 本來可能是淺色的 一點點 後來就變成整片 整片 就變成印度人了 煙燻妝了 對 就天然就煙燻了 因為更大片了 那女生的蝙蝠俠啦 對 那那個什麼瓷熙 那個是什麼 蘇星甲就是這個 很有名的 它裡面的成分也非常的嚇人 白丁香 雀糞 鴿糞 鴛條 鴛條是老鷹的撇條 對 是 真的 真的 裡面有一些礦物性的這種 對 一些藥材 真的是很激人 它跟人怎麼搞那麼多 非禽類的便便在一起呢 真的是很激人 怎麼搞那麼多非禽類的 便便在一起呢 可是以前其實那些 它有一些酵素你知道嗎 發酵之後它會產生一些爪氣 所以以前也沒有去角質的產品 也沒有美白的產品 所以它們有些是OK 比方說白紙 白擠 白鏈 所有白字頭的藥材 都在裡面之外 再加一些就是其他可以去角質 又去角質又美白 這樣效果其實是不錯 但是以現在的醫學來看 這個其實不衛生 不建議啦 當然 對 其實像剛剛蕭醫師講說 這種青澀的過敏性鼻炎 那我們也可以利用中醫 乾 乳 青澀 所以多吃枸杞 枸杞 枸杞 因為枸杞養肝 所以如果你有皮過敏 然後又有青澀的黑眼圈 多吃這個枸杞 那黑色的話 補腎的東西其實就是說 你不要熬夜 然後情緒不要起伏太大 不要一天到晚才罵人 或是怎麼樣 然後吃一些 修身養性 對 簡單補腎 不要綜慾過度這樣子 不要綜慾過度 這句話才是重點 不要綜慾過度 真的要爭氣 不要綜慾 女生綜慾過度也會黑眼 是 越筋不調也會是不是 對 所以按應該穴道 譬如說也能改善嗎 非常的有效 其實像有時候 很多藝人在上節目前 他會先做眼周的按摩 按完就非常好畫 因為本來是偷偷的 右手越貼越大 所以一般我們就是 會用食指的肩 從眼下沉氣這個位置 就是眼周整個輕輕的 沿著眼眶骨按三到五回 都是由內往外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眼周的靜脈回流 基本上是沿著我們的兩側膽筋 一直到我們鎖骨上的靜脈衝 所以我們按完 其實再多做一個動作 把它疏通往下的時候 你會覺得眼睛突然亮起來 會非常的有效 我光是按眼睛 眼睛就快亮起來了 很亮起來了 對 舒服 超級美好的